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很想要擁有屬於自己的碗盤呢? 今天帶大家來到由工業局認證的創意 生活產業興旺吉祠 DIY請小做一個帶回家吧 興旺吉祠是一間很有名的陶藝老店 從1926年創立至今已經傳承到第四代囉 今天也已經約好了第四代的負責人 帶我們一起回到過去認識陶瓷的製作過程吧 哈囉 你好 嗨 請問是負責人嗎? 是 你們這裡面的藝術品看起來好漂亮喔 紀念品每一個都超美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這邊是不是還有特別的導覽 可以帶我們認識一下 音樂的歷史還有興旺吉祠的製作過程呢? 可以可以 我們二樓還有自己的私人的博物館 對那也是要預約開放才看得到的 好 對對對那我們可以一起上去看一下 那我們走吧 那我們以前都是比如說我們做陶器 都是用拉培啊 手工的 那從一夜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有用機器來做 那像我們現在有保留以前的那個做碗的機器在 對對對 那這個碗它上面有一些特色 它以前呢就是刻了一些圖案 比如說荔枝的圖案 對 或是有那個竹葉的圖案 跟扇子的圖案 那他們在當時在設計這個都有一些家族的意義在 然後不同的代表性 那我們很簡單 第一個步驟啊 就是我們把這塊軟軟的桃圖 我們直接放在中間 然後把它壓一壓 壓一個壓到底 對對對 好 這樣基本上第一個步驟就OK了 那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伸出你的左手 對對對 左手 好 那可以拉著握把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開機器 那先不要急著下壓 那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壓的時間 好 那我覺得好刺激喔 對 那我們就慢慢的 那它開始轉動了嘛 它是一個同心圓的一個環境 好 那我們就慢慢慢慢往下壓 往下壓 好 下壓之後呢 其實慢慢的有沒有 它是不是就沉起一個碗 哇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做的單親碗 單親碗 對 那這個是我們複刻版的 就是讓遊客呢 聽完我們的導覽之後呢 有所感動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碗 給帶回家 那這個碗我們其實 一年大概燒個一次到兩次 只有一次到兩次喔 對 所以 也不是 負責量不是那麼的 對 只要大家就是有喜歡的話 可以來這邊買 那你看我們碗也是有把以前的這個味道都帶出來 那我知道呢 在鷹哥這邊有很多陶瓷拉胚的體驗 但是興旺吉祠現在竟然還有貼花的DIY體驗 想請問負責人 當初怎麼會有這個這麼棒的想法 因為那時候我們看到很多客人啊 他們會一直想說 為什麼我們那個盤子杯子上有一些人玩 那到底什麼做出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發現 我們在這個咖啡區很多 就是帶小朋友來玩這個 陶藝的家長 他在旁邊喝東西 然後反正其實他們也想 就是做一點東西 那這個呢 又過程當中 其實他的DIY過程其實很方便 然後又簡單 然後又不會把媽媽的雙手弄得很髒 對 那又可以喝一杯飲料 對 所以呢 我們就設計出了這樣一個套裝的 一個DIY紀念的過程 哇我們剛剛體驗完了貼花DIY之後 看到這一區紀念品區 太強的特別 聽說它是會變色的杯子對不對 對 而且這一款是不是今年才發行的 對我們今年發行的 它是台東的熱氣球耶 等一下可以來示範一下它變色之後的樣子嗎 好的 大家看一下 從加熱水之後啊 就會有不同的顏色變化 有沒有看到嗎 欸有耶 好可愛喔 那我們的熱氣球整個從這個黑色灰色 然後變成彩色這樣 還有其他的產品 今天謝謝負責人的介紹 讓我們知道 興旺集慈是一個豐富又有趣的地方 不但可以DIY首作課程 還可以了解傳統的陶藝文化 現在我也要趕快來選自己喜歡的紀念品帶回家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